这首《死与少女》的开头是最让大家快知人口的 听过就不会忘记它一开始给大家的那种声势气氛非常的强劲 但是对我来讲我其实非常喜欢它的第二乐章 就像我们讲的它的曲材旋律是来自于它的艺术歌曲《死与少女》 但是第二乐章它是一个很多变奏曲的一个曲式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奏 有时候带给你的是忧郁的感觉 有时候又好像失落中又找到了人生的希望 有时候又非常的振奋人心 有时候又觉得人生高木死灰 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觉得在它的乐剧里面 我看到了好像一部非常多变化的影片 也就成就了这首这么特别 到现在仍让人快知人口的《死与少女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